老房子運動 老房子運動其實大概就是這幾年 一方面政府 一方面民間 變成是一股風氣在推老房子 它原來的特色 它的在利用 它反應的其實就是文化的部分 案子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老房子文化運動 目前唯一的一個設定古蹟 我們也很希望透過這一個老屋重生的一個概念 讓這樣子的一個荒廢的老房子 獲得一個重生的機會 舊品要裝新舊 讓它有新的功能 讓這個過往的這個經歷能夠被保存下來 所以好像講這個文化在巷弄裡面 其實故事也存在巷弄裡面 我們很希望每一個地方 都能夠儲存一些美好的故事 我覺得建築其實本來就是隱瞞人的絕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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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反而變成是老房子運動在推的過程當中 它會有很多很多新的活力進來 進來這地方 然後你會感覺 身心靈都會得到很舒服的 就是想要享受這個地方 然後在這裡顯化家常 這幾年下來其實大家都很喜歡去逛老房子 為什麼大家喜歡去這些老地方 因為它會勾勤唯一 那它也會告訴我們的小孩子 就是其實你歷史課本裡面讀到的 你到外面來 其實你看得到 那種感受其實是非常刺激的 這就是生活的學習 我覺得很多好東西就是這樣